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 主流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 說在選舉人團的投票當中 拜登獲得302張選舉人票 而特朗普只有232張 故此拜登勝出了 到底主流媒體所報道的是否是客觀事實 沒錯這些都是客觀事實 但究竟主流媒體是否已經反映出事實的傳貌 恐怕就不是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事實上 拜登現在只是在選舉人團的投票當中勝出 但這個結果仍然需要在明年1月6日 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 通過認證才是為之終極的結果 所以 去到1月6日前 其實特朗普團隊仍然是有操作的空間 到底主流媒體沒有報導的是什麼內容 事實上 有七個州的選舉人團罵了雙包 我先說哪七個州 分別有 有賓州 喬治亞州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阿里桑拿州 內華達州 和新墨西哥州 這七個州其實有共和黨籍的選舉人 去了投票 又要解釋 到底這七個州的共和黨籍選舉人是什麼意思 現在主流媒體報導的數字 302對232 就是 由各州的州長和州務卿 所提名的 選舉人 的投票結果 當然 這些選舉人的 提名 就是按照 各州的普選票的選舉結果 來產生出來的 好了 現在這七個州的共和黨籍選舉人 是什麼 其實就是所謂的替代選舉人 他們現在投票給特朗普和彭斯 就是所謂有條件的支持 什麼為之有條件的支持 就是一旦 在法院的判決當中 是判了特朗普方面勝訴 對特朗普有利的時候 這些替代選舉人就可以即時補位 而不需要再經過繁複的程序 當然到最後有多少個替代選舉人 是能夠 成功替補得到 就視乎 究竟在這七個州裡面 那些 法律訴訟 是有多少單 是判特朗普贏了 因為這些替代選舉人 其實就是逐個州來去計 就不是鐵餅一塊 七個州聯合去計 所以 其實都很視乎 究竟法院的判決是怎樣 特朗普現在做這一步 究竟他的盤算是什麼呢 其實特朗普走出這一步 是相當重要和關鍵的 如果他不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是等同於 承認了 在昨天的選舉人團 投票結果 即是302對232 就是終極的結果 就是定局 就不能改變了 現在他走出這一步 目的就是為了使得特朗普團隊 繼續有那個身份 有那個角色 在不同的州 推動法律行動 即是告訴大家 現在仍然是有法律訴訟 進行當中 在所有的案件 沒有終極判決之前 昨天的選舉人團 投票結果 只不過是暫時性 仍然是有變數 是有改變的空間 在這裏 這個也是事實 當然 最終法院怎麼判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 起碼 特朗普在爭取空間 和時間 當然 現在表面上 他就是要進行 法律訴訟 但是 暗鏈會不會有其他 盤算 這個就是 他的團隊內部 才知道的 因為 從來都沒有向外公佈 其他事情 但是 至少現在我們在表面 看到 特朗普現在走出這一步 就等同於使得 他的法律訴訟 有一個後續進行的空間 否則的話 就算法院判決了特朗普勝訴 其實 如果沒有這些替代選舉人 也很麻煩 你又要去到 國會聯席會議層次 再搞一大輪 現在起碼有些替補選舉人出現了 因為其實共和黨 老實說不是很團結 我們看到在基層黨部 那些眾議員 凡是接觸民眾比較多 凡是選區比較小 他們就能夠反映得到真實的民意出來 反而在參議院 就比較柯國一些 因為那些參議員 現在表達出來 好像是愛理不理 或者 或者不是很支持特朗普 沒有他 因為他們的選區大 一個州只有兩個參議員那麼多 所以 他們要顧忌的東西就更加多 就不同 普通的眾議員的小選區 一個州可以有很多眾議員 於是他們就要更加熱烈地反映當區的民意 你見到在參議員裏面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 很斬釘截鐵地走出來說 說會在1月6日的聯席會議當中 提出反對 但是現在就已經有很多眾議員 是有這個傾向 這個是有落差 參眾兩院是有落差 而1月6日國會首尾門這一招 他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呢 熱烈的那班就是眾議員 但是大家知道 在眾議院裏面 就是由民主黨佔過半數 但是 冷淡那班就是參議員 但是偏偏 參議院裏頭就是共和黨佔過半數 現在就佔50 民主黨48 喬治亞州那裏贏一席就夠了 所以 我相信到最後都會過半數 問題就是 熱烈那班就過不了半數 冷淡那班就過半數 一旦在1月6日的聯席會議當中 就算有一個參議員提出反對也好 要兩個小時辯論 我們有介紹過 辯論完之後還要表決 如果那班參議員那麼冷淡的時候 一去到表決會不會又繼續協鑾 繼續退縮 繼續回避 如果會的時候 豈不是 參眾兩院都全部都否決 怎麼可以成功反對 眾議院其實就沒有什麼希望 老實說 因為眾議院根本上共和黨就過不了半數 只不過 那班眾議員很有心地提出這些意見反映 這是好事 好過不動 至於參議員方面 希望他們在這三幾個星期內 重拾他那份正義感 為公義發聲 為公義行動 唯有就是這樣看 至於 歷史上有沒有曾經發生過這些 替代選舉人的先例 是有的 在1960年的時候 當年就是由 共和黨的尼克遜對決民主黨的金賴迪 在當屆 夏威夷州那時候就出現了一些訴訟 當時 金賴迪的那些 選舉人都有出來做替代選舉人 所以這個絕對是有先例可緩 而並不是特朗普原創或是特朗普自己無宗生有的 所以那些很討厭特朗普的人 又或者是那些無謂的評論員 就不要 又打扮特朗普說他 獨裁 專制 這些 因為這些事 以前根本上是做過的 而且這個先例是在60年前的民主黨闖落 好了我們又看看賓州的共和黨部 究竟他們是怎麼說的 一篇聲明 他們就說 應特朗普競選團隊的要求 共和黨的選舉人 在哈里斯堡那時候舉行了會議 分別對特朗普和彭斯 作出了有條件的投票 選了他們做總統和副總統 而賓州黨部還提到 說他們採取這種程序性的投票 就是為了維護任何可能保留下來的法律主張 而絕對不是 為了散奪或者凌駕賓州選民的意願 他們就解釋得很清楚 這是有條件的投票 一旦在 下法律訴訟當中贏了 他們才會出來做替補 如果輸了 他們其實這個投票 都是 只有象徵意義 別人就解釋了 內華達州黨部有提到 說今天他們就創造了無與伶比的歷史奇蹟 當然這個都可以是這麼說的 因為 事實上以往就沒試過出現有七個州有替代選舉人 這個鬧雙包的情況就是 絕無僅有 在美國的選舉歷史上 說得對 喬治亞州的黨部又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 他們今天所採取的行動 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特朗普總統 在喬治亞州法律底下的權利 說得很好 其實大家就看到 在表面上來說 至少在表面上 今天這七個州的替代選舉人 完全就是要為了 使得 現在特朗普在那七個州的 法律訴訟 可以繼續推展下去 使得他繼續可以 至少在1月6日之前 還有一個空間來回船 除了國會首尾門 還有法律訴訟之外 特朗普還有什麼招數可以使用呢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特朗普在2018年 就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這份行政命令說明了 國家情報總監 必須要在大選之後的45天之內 要向總統提交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就要說明 究竟 在這次的大選當中 有沒有出現了一些 外國勢力干預 大選的一些行為 如果是有的時候 其實就會提供到一個很大的空間 給特朗普來操作 因為他又可以來凍結 某些人的資產 又可以逮捕某些人 諸如此類 如果這個國家情報總監說 沒有外國勢力干預 或者連份報告都脫底的時候 當然特朗普就很難有任何的空間 到底這位國家情報總監的取態是怎樣 暫時也是不明朗的 因為他從來都沒有就選舉的議題 發表過任何的意見 他上一次出來說話 只是說 中國某些研究 不知道什麼基因改造 諸如此類 說這些 那到底就這個選舉 他的看法是怎樣 到底 你作為國家情報總監 就著外國勢力干預大選 這一方面 有沒有作出了 這個透徹的調查 暫時你要說 就仍然都是未知的 但是 在18號之前 他就要遞交這份報告 當然 很快就會揭中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